清乾隆年间发生一起和尚与民妇通奸谋杀老公公的案件 和尚广民身在佛门洞邪念 不但与民妇陆氏通奸还见悦佛家不杀生的教诲 亲手将陆氏的公公杜正德残忍杀死 那么案发后他如何想方设法逃脱罪死了 公公杜正德原本是提着斧子想杀奸 却被和尚所伤死后还为儿媳诬陷图谋不轨 谁能帮他洗情冤屈 他的儿子杜如意又会怎么做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讲述捉奸不成也冤案上集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清乾隆四十一年 也就是1776年 安徽定远县城外有一个寺庙 换作感应寺 寺中只有三个长老 那当家的法名广名 原是广东人士 自幼出家 随之访道 年方二十五岁 性格粗名 熟悉经典 更坚谈风敏捷 没讲论禅家庙地 唯唯不休 天花乱坠 真能够使完十点头 因此 前来烧香拜佛的人 无论僧俗 莫不理尽 以为他是有道真曾 和尚广明 天生有一件毛病 就是见了妇女 便身魂飘扬 不能自持 但见一个女施主到来 便满面春风 一团和气 就如西乡记内的法聪一般 因此 人人喜爱 都来施筑 有点竹挂帆的 也有求取法名的 竟将一个清静的 静使 做了热闹的道场 却说 定眼县之县 尼瓷膜 在乾隆三十年 也就是1765年 乾隆帝皇太后南巡的时候 因为接驾有功 曾经被赏 大荷包一对 小荷包两个 后来乾隆帝又让历部 行文调取他来经引荐 将另有封赏 但尼存摩 不愿赴京 却留恋这个知县之职 这是因为什么呢 乃是他与和尚广明 为默逆之交 尼之县读信佛教 善作诗文 与广明讲经论道 品文对诗 谈得投机 只要是公务有闲暇 不居早晚 就到寺中 一谈便是通宵 广明好色 但是出家人 总不能够明目张胆 也可能是机缘凑巧 更可能是孽缘未了 有一天 感应寺来了一个妇人 年纪大约二十多岁 广明看去 但见乃是瓜子脸儿 梨花蛋白 公样梅儿 柳叶心青 自然优雅 虽不是倾城之貌 却也是太尽妖娆 顿时使广明的身子 疏了半边 那妇人一双媚眼 却寒情地看了广明一眼 在佛像前 烧了三柱虾 扣了三个头 摆动柳腰 缓缓地出了寺院 广明急忙跟上 想看看究竟 但见一个后生 牵着一头小猫驴 扶着他上了驴背 往县城走去 只此一面 就让广明得了相思病 晚上躺在僧床上 翻来覆去 一夜不能够合眼 忽然自然自语造 除非如此如此 方可为近身之计 此日便敲着牧鱼 到定远县城去画斋 其目的是寻找那个妇人 且说 见过广明的那个妇人 娘家姓陆 丈夫杜如意 公共杜正德 婆婆已故 陆氏十年二十三岁 结婚五载 只生了一个女儿 年方周岁 如今与公共丈夫 在一起生活 公共杜正德 十年四十八岁 妻子刚刚死了两年 属于中年丧妻 算是人生一大悲事 因为当时 所讲人生三大不幸事 幼年丧母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杜正德 一直做货郎生意 辛苦大半辈子 也只挣下了二三十两本钱 如今 在县城东街 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生意也很冷淡 丈夫杜如意 十年二十五岁 先是帮助父亲 打点杂货铺 因为生意不好 便挑起父亲原来的货郎蛋 出外贩卖 针头腺脑之类的东西 一年 有五六个月 不在家 陆氏 虽然是小户人家的女儿 倒有五六分姿色 粗通文末 为人灵地乖巧 侍奉公公 照顾女儿 也还算是本分 只是生性轻浮 多言多笑 给人以放荡的感觉 广明敲着沐鱼 在定远县城走街串下 定要寻找到他 在感应寺所见到的那个妇人 也可能是冥冥之中 自有抱怨 那天 公公杜正德染病 丈夫杜如意外出饭货 杂货铺需要有人照应 陆氏便在门前放把主椅子 抱着女儿在那里聊望 时不时过个熟人 打招呼者有知 聊举系闲天者有知 打情骂俏的有知 陆氏全然不顾 你有来言 我有去语 人们休想占得他半点便宜 广明在杂货部门前见到陆氏 便上前搭山 见四下无人 就开始语言挑逃 大凡端正的妇人 遇着狂妄的男子 言语之间略有不甘不尬 便正言作色 抢白他几句 那男子就晓得这妇人是踏不入的 此夕已经死了 除了 陆氏是个吃婚不吃素的人 你来挑逗 我全然不去 男的找女的 想干什么事 你就直接讲出来 老娘我什么没有见过 见说的入港 广明便上前搂搂抱抱 做出无数丑态 见广明来真鸽子了 陆氏也是吃惊 吉芒说 不要如此 若是有人走来 岂不让人抓住把柄 你这个贼徒 定然会被人打个半死 广明连麻四下张望 并无一个人影 便把陆氏推进门去 让他放下熟税的女儿 然后就要求欢 陆氏讲 今日不方便 我公公还在后屋躺了呢 若是让他听见 岂不是让他来一个桌奸成双 改日再说吧 正在此时 公公杜正德 从后屋走出来 还是陆氏眼尖手快 把广明推到一边 高声说 谭月 你要买东西就买 我们可没有钱施舍于你 杜正德 平日积德行善 见识个和尚 便从钱柜里拿了五个铜板 放在广明的铜箔里 说我们小家小户没有多余的钱 这些聊表心意 以后时常前来 绝不会让你空手回去 广明只好说了声 阿弥陀佛 担长向前致谢 然后告别而去 广明和尚自从第一眼看到陆氏 便念念不忘 打定主意要将陆氏搞到手 他走街串巷 四处画园 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陆氏 自然是蠢蠢欲动 恨不得立刻就将陆氏占为己有 但是陆氏已经嫁作人妇 且有一个周岁女儿 虽然丈夫杜如意 作为卖货郎 四处游走漂泊在外 但是公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就算陆氏生性轻浮 毕竟家里有长辈在 他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造次 如此一来 虽然广明和陆氏彼此眉来眼去 但是想要偷情也并非一事 那么接下来 和尚广明会怎么做呢 陆氏又是如何瞒住公公 与和尚广明勾搭成奸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继续讲述 捉奸不成 引冤案 上集 过几天 陆氏再听到牧鱼生时 就拿出几个钱给公公 让他到酒馆里去喝酒 杜正德 杜正德 平日嗜酒不命 因为儿子媳妇掌管家财 手头也不宽裕 便经常找几个知己友人 索引 随号酒盖 如今见媳妇给他钱 让他去喝酒 能够还知己友人一些酒债 何乐而不为呢 却不想是陆氏偷情 闲他碍眼 陆氏打发走公公 就可以与广名偷情了 杜正德是勤俭惯了的人 平日里与朋友喝酒 总不肯付账 如今能够请朋友了 一次 两次 可以 再多了 也就心疼起钱来了 家中原本不富裕 杂货店生意冷淡 儿子杜如意 到乡下贩卖 真头笑脑 锁入也有限 以前媳妇就怕他花钱 把钱勘得很紧 如今变了性情 三天两头地给他钱 让他与朋友去喝酒 开始 杜正德还很高兴 渐渐觉得不对 若是这样 大手大脚地花钱 将来儿子回来 肯定会因为钱财之事吵闹 必定会伤父子之情 因此 拒绝陆氏让他请朋友 喝酒的请求 却不想 陆氏因此恼怒 还是赶他出去喝酒 常言道 要想人莫知 除非己莫为 路是以广明兼好 街坊四邻都有风文 只是不敢对杜正德讲 这一日 杜正德与朋友喝酒 在酒汗而热的时候 有朋友讲 赶英寺和尚广明 三天两头到杜正德的杂货店 一进门 路氏就把门关了 生意也不做了 想必是 想必是那和尚与陆氏有间 才会如此 杜正德听着此言 勃然大怒 赤子朋友 扑风捉眼 胡编乱造 心里却将信将疑起来 过了两天 路氏又给杜正德钱 让他到外边去喝酒 杜正德拿到钱以后 走出家门 并没有去酒馆 却躲在一个胡同里张望 但见和尚广明 敲着沐浴走来 进了杂货铺 路氏便把门给关上了 杜正德亲眼看见 广明进了自家门 如何能够忍受呢 过了一个时辰 还没有见广明出来 就走到门前 在柴子前 拾起一把斧子 用脚踹开大门 向后屋冲去 抑郁杀奸 广明与路氏 正在寻欢作乐 听到前面踹门的声音 就跑了出来 正好撞见杜正德 只见他一幅款来 广明是学过一些功夫的 看到斧子砍来 将身一侧 杜正德 砍个空 但要转身 却被广明在背后踢了一脚 趴在地上 斧子也扔了出去 广明 是否在手 意欲恐吓杜正德 助生 没有想到 杜正德 认为自己理直 竟然高声 呐喊起来 广明 怕惊动四邻 也顾不上 佛家 不杀生的教诲 上前便是良府 杜正德 也就无声无息了 眼见德 是死了 此事 路氏 从屋里出来 见公共倒在地上 血流阴被 也不由地跌坐在地上 广明 扶起路氏进屋 让他坐在椅子上 安慰他 不要怕 然后 把杜正德的衣服脱去 放在路氏的床上 顺手将带血的上衣 扔入灶堂里烧掉 广明处置停档 就对路氏说 如今祸已闯下 害怕也没有用 围巾之计 全靠你配合了 将来我们 才能够做长久夫妻 路氏 此时神魂已经回来 听了广明的话以后 便说 我一个妇人家 有什么本事 怎么能够配合你呢 广明便如此这般地交代一番 最后 给路氏喝了口酒压惊 然后 指申回到感应寺 和尚广明身在佛门境地 却是色胆包天 路氏水性洋花 丝毫不顾及家庭和孩子 两人一见面就如干柴烈火 很快便勾搭在一块了 他们的奸情被周围人察觉后 路氏的公公杜正德也眼见为实了 杜正德本想着桌奸却酿出了一场命案 广明身为出家人 本应慈悲为怀 却用斧头将杜正德砍死 那么事发之后 作为杀人凶手的广明 会想出什么法子 逃脱罪责 公公死了 路氏又如何向丈夫交代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南开大学百话教授 继续讲述捉奸不成 隐冤案 上级 却说杜如玉已经出息半个月了 那日回来的早 刚刚进门 就听见已满周岁的女儿哭泣 其声音嘶哑 像是哭了很久 在走进后屋 却见路氏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孩子坐在桌子上哭 他根本不管 便上前把女儿抱了起来 边哄边问路氏 这是因为什么 只见路氏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 哭着说 还不是你那丧尽天良老爹干的好事 你有本事 问你老爹去 杜如玉说 我爹怎么了 他现在在哪里 路氏指了指床 杜如玉走过一看 见老爹赤条条地趴在床上 脑后 及背部血迹模糊 不由得失声 痛哭起来 大声吼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杀死了我老爹 路氏此时止住哭泣 恶狠狠地说 你那没廉耻的老爹 趁你不在家 就来我这里趴灰 我岂能够干那无耻的行径 他就逼我 说我要是不从 就用斧子劈了我 我岂怕那个老不死的 夺过斧子就把他砍了 现在还趴在床上 你看怎么办吧 把街坊四邻都喊来 让他的平平礼 杜如玉听到父亲趴灰 也是有些气短 但不能够认头此事 便说 我爹不是那种人 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 你说是谁杀了我爹 若是讲不出来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若是见丈夫说话有些气短 就知道他也相信 老爹会干趴灰之事 便更加淡胆地说 你老爹是死在我床上 人是我杀的 你把我送到县衙 问我一个临迟大罪 我也不怕 到时候就把你老爹 老趴灰老无耻的事情 声张出去 让全定远程的人都知道 看你们杜家的脸 还要不要 见路氏声音越来越高 杜如玉反而觉得理亏 虽然他不相信老爹会干出这种灭伦之事 但母亲已经去世两年 父亲还不到五十岁 身体强壮 也保不住会见色起义 不顾什么廉耻伦理 所以说 这人被杀死 总要报官看宴吧 路氏说 报什么官 你还怕别人不知了你爹爬灰 被媳妇杀死在床子事情吗 依我之见 买个棺材 风风光光地给你爹发葬 就说你爹得了急症而死 这件事情 也就过去了 杜如玉此时没有了主意 凡尔廷路氏的安排 到棺材铺买来棺材 把老爹安葬到城外杜家的祖坟 杜如玉安葬了父亲 就再也不外出做货郎生意 因为心情不好 杂户处的买卖也不用心打理 却常常到酒馆喝酒 以借酒交仇 看到杜如玉心情不好 杜正德原来的那些朋友 则免不得要把陆氏与广明那些 不清不楚的事情讲给他听 杜如玉虽然有些怨恨父亲 但毕竟还是亲生父亲 所以在得知陆氏与广明有 坚情之事之后 立即回家质问陆氏 要弄清事实真相 陆氏已经移情别恋 既然已经听从广明的计谋 把灭伦之事栽赃给杜正德 又一口咬定是公共爬灰 如何肯承认自己与人通奸呢 杜如玉又如何能够问出实情呢 无奈之下 杜如玉只好求助官府 找人写了张壮旨 就来到县衙 控告和尚广明 阴间致死其父亲杜正德 恳请县太爷将恶僧绳之一法 却严惩淫妇陆日 杜如玉何曾想到 此次告状 非但没有查出杀害其父亲的凶手 自己却成为了弑父的凶犯 要被灵池处死了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